连接到幼儿园 你好,我是Emily Glasgow 我在波特兰公立学校早期学者部工作 这个视频只是对PPS幼儿园的简短介绍 如果你的孩子将在9月1号,满5岁 这个视频就适合你 欢迎来到PPS 我代表我们了不起的幼儿园老师、校长和学校工作人员 我肯荣幸地欢迎你来到PPS所提供的一切服务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 我希望这个视频是众多对话中的第一个 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孩子为秋季的幼儿园做好准备 从现在到秋季 早期学者部将定期向新来的幼儿园家庭发送 更新讯息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邮件列表 请完成这个视频下方连接的简短调查 我如何更多地了解我的学校 我们鼓励所有的家庭在他们附近的学校注册 如果你不确定是哪一间学校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PPS School Finder 工具 请见这个视频下面的连接 一旦你确定你的邻居学校之后 你可以开始访问学校网站上的幼儿园页面 观看校长的连接到幼儿园视频 在这个网站上 你还可以找到有关你学校的连接到幼儿园活动的最新讯息 在4月到8月期间 每所学校都将举办3到4次的连接到幼儿园活动 这些活动是你结晰学校工作人员 和其他幼儿园家庭的机会 同时更多地了解你所参与的学校社区 如果你有兴趣在我们某个商与沉浸 或者重点选择网站上 参与抽签得到学位 你可以通过观看下边连接的学校 选择视频来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 学校选择选项和流程的讯息 你也可以访问我们的PPS学校选择网站 要了解有关某达定商与 或重点选择项目的更多讯息 我们建议访问这个学校的幼儿园网页 我们鼓励参加抽签的家庭 也在他们的邻居学校注册 我如何注册幼儿园 注册学校是一个两步流程 第一步流程是完成注册表 可以通过在线或纸质文件包完成 在线表格的连接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连接的网站上走到 如果你更喜欢纸质注册流程 你可以联系你邻居学校的主办公室 来获取纸质文件包 第二步是收集你需要与你学校秘书分享的验证文件 包括你孩子的年龄证明 例如出生证明、地址证明和疫苗接种记录 我们希望你能在6月初之前为你的孩子注册 早注册可确保你被邀请参加学校的连接活动 你将收到有关暑期过渡项目的信息 并且将定期收到学校开学的更新计划 尽管如此 对于需要延迟注册时间的家庭 注册将在整个夏季到秋季开放 如果你对注册的过程有任何疑问 你可以联系你邻居学校的主办公室 或者PPS注册和转学中心 PPS有愚远提供 你可能还在考虑让你的孩子 做好幼儿园准备的最佳方法 从现在到开学 你可以通过为你孩子提供大量的交谈 倾听、活动、探索和玩耍的机会 来支持孩子的学习 幼儿园老师分享说 当孩子们有听故事、画画、唱歌 谈论自己的感受时 他们对开学更有信心 你可以在开学时开始练习那些 支持你家人的日常活动 就寻时间和早上的日常活动 特别有帮助 最后 每天给你的孩子读书并谈论 你们一起读过的故事 是你为孩子做好准备的最佳方式之一 而且 不要忘记 幼儿园准备有两个方向 当你在家里做准备的时候 我们的幼儿园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 也已经在为你进行准备 他们将在整个春季和夏季工作 来做好迎接你到来的准备 他们逼不夹待 这样想认识你的孩子 并向他们介绍幼儿园的奇迹 不久见 在整个春季和夏季 你可以继续回回我们的 早期学者部网站 和你学校的幼儿园网站 了解有关联接活动 注册 过渡项目 和开学的最新信息 我们幻章定期向我们的邮件列表发送 因此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 请务必添加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代表我们的早期学者部 和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和工作人员 祝你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冬季 我们期待收到你的注册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任何支持 我们会在这里为你服务 随时将问题发送到我们的 kindergartenatpps.net电子邮件地址 我们迫不夹待地想认识你 欢迎你加入PPS大家庭 不久见 你正在去幼儿园的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